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男朋友都给打的遍体鳞伤 你知道这个事我就当时细节一直不知道 这天他男朋友出来接受说出全部的情况 我才知道这是多么恐怖 他们俩看了个电影 你知道看的是什么电影 所以李安也要负责任 少年派的奇幻之旅 俩看完这个电影上了一辆中巴车 那么照印度的谚语 所谓公交车的意思就是非法公交车 车上已经有六个人 连司机在内 连司机在内 就他们俩上了这个车 一上车 车上男的就动手动脚 都是男的 猥亵 开始骚扰他女朋友 这小伙子还挺行的 挺勇的 打他说我跟其中三个人打 他打错了三个 两个人拎起铁棍 抽他 拿铁棍你再打到车外头 然后就拉着他女朋友 就是这个施暴 那小伙子说啊 说那种程度 就说是就说是 太残暴的手段 王丽统 就是我们没法形容 就是哎 然后呢 打到这么一个程度之后啊 这俩都遍体鳞伤 那些他的听见这个歹徒就说啊 说什么也该死了吧 就跑了 他们扔下车 他们在路边叫车 你知道吗 叫来这个车呀 都停在他们面前 看 看 都走了 没一个人管他们 就他们就身上都没衣服啊 连扯块布都没人给他扯块布盖上 后来是警察 终于来了 警察来了 主要在那争论 就说哪片 咱比较熟悉 片警 说这归 归你们那片警察管的 还是归我们这片警察管 光争论这个争论半个钟头 然后布啊 衣服都没给那女的盖上 他其实满身下身不停流血 他肠脏都出来了 那个过程里面 然后而且他是路上呼救 也没人管 是所以他这个女孩啊 本来是能活得成的 现在医生就估计就说 他是因为拖延救治 但是他最后他还硬挺着 因为他最初呢路口宫的时候啊 警察还居然说 他是在半昏迷状态 所以口宫不可坐实 他太生气 这女孩硬挺着 笔录自己整个经过 然后呢 所以这整个过程里面 印度警察被人骂得像疯狗一样 而印度人觉得吧 这回我看那些印度网站 他们写东西啊 他们把它上升到国耻的地步 其实就几乎像去年小月圆的件事 前年小月圆 你记得佛山小月圆吧 为什么呢 因为类似的地方在哪呢 他也是很多人就路过 就像你刚才那么讲 就不管 他路过的人比咱小月圆的还多 我们这十几个人路过吧 他那是一大片一大片 车就过了 过了就不管 所以印度人就觉得 很多印度人分成耻为印度人 怎么会搞出这样的事 我刚才听这个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细节 但我觉得他好像跟我们 一般意义理解 那个强奸是有区别的 他是越代 他完全不是我们过去认为的 这个强奸就是还是 他跟一个不愿意的人 去发生关系而已 他不只是 那现在这已经是变成 然后 所以他 对 所以他这种状态呢 就是我从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谁促使他敢这么干 是社会一个环境 对 因为印度 印度这个 他有这种传统的 他因为他人是分等级的 在他历史上就认为 高等级的人 强奸低等级 低等级的人是理所应当的 而且他有一种 印度有一种 就是在这上面有一种 极强的耻感文化 是去年还是前年 我看到一则消息 就是有个女孩被强奸了 这女孩挺过来了 能面对社会 他爹没挺过来 他爹自杀了 他爹觉得我没法去见人 现在这个女孩的爹 他站出来了 我可以给你们看看这个照片 这是印度这次引起全国的首都的这种骚动 就是群众都上街了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他父亲 他父亲在女儿死了以后 说一般人都觉得很羞耻 不公开 媒体都是相约不公开 但是他主动说 我要向全世界公开我女儿的名字 他说我女儿没做什么亏心事 对啊 是吧 为什么不能够 我说他父亲很了不起 这是他父亲 你再看下边的照片 你看 印度愤怒 这是印度愤怒的 印度是一什么地方 咱们怎么能不爱强奸呢 他国会议员 他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都在被起诉 其中很多就是强奸犯 甚至你就在这个事发生 大概同时 印度是阿什么邦 反正一个邦的一个国大党的一个领导 那个是个 你可以看看那照片 他到这个村里去视察工作 你知道吗 到村里视察工作 白天视察完了工作 对吧 半夜里就跑到人老婆床上去了 跑到村民 趴到村民老婆床上 强奸 这要改平常的这个时候 奸了可能就奸了 但是正好是因为刚刚发生了这个举国暴怒的这个事件 所以这个时候村里的人呢 有胆了 你知道吗 好家伙听到这个这个已经给奸了吗 把人家老婆奸了 把他揪出来 揪出来 然后就暴打一顿 把他衣服上身衣服就给扒了 打打打 还一直打到警察来 就就到这时候 印度 我跟你讲 它是很怪的一个国家 它一方面呢 它有一些很先进的制度 但是它又有一些很古怪的传统的文化 你可以说 前现代的东西 拖垮了它的制度 比方说你刚刚讲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印度是有直接选举的民主的 有代议民主政治 很多你说搞这种强奸欺负老百姓 你知道是什么人吗 就是人民老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这些代表他们的议员 你说你都是人民选出来 你怎么敢回去欺负这些投票给你的人呢 它是处于一种庇护关系 什么叫庇护关系呢 我是个议员 我家有钱什么 然后呢 我今天来巡视地方的选区 他呢 就坐在这个自己院子前面 摆了两伞 然后摇着摇着 然后一堆老百姓上来求啊 哎呀 我这个房子冷气坏了 什么 我这水管不行了 他样样给你答应 因为他也有钱嘛 他也可以用政府的钱嘛 你要什么 他给你什么 但反过来呢 他变成了你的主子 他也可以跟你 对 这是老大 所以你刚刚说的那种强奸呢 有时候他就发生在这种情况 怪不得 就是 喂 你跟我说 我看你老婆挺好啊 什么 他这个 这不是像我们能把天了吗 对对对 就这种 他 他源于他的文化 跟就是印度文化 跟我们文化 差异性非常的大 你别看都是亚洲国家 是 他的这个种性文化 他人分三六九等的 对 他的种性文化 是所有文化之上的 是最后一个背景 就是他在这个种性文化中 之下可以做任何事情 就是我生就比你高 嗯 所以我 我不叫强奸 我叫林性 就是你赶上了 他是从内心这么去想 但其实啊 他是这样 他我觉得大都市 已经算好印度 这种种性的问题 他你说孟买啊 呃 他其实很多农村的 才严重 他很多人 为什么要到农 城市的贫民窟呢 我们记不记得 那个贫民窟 百万复工那个过程 对对对 那那么烂 你怎么还要进去 他就是要摆脱 农村的种性压力 越是村子里头 越传统 这个种性啊 你性什么 一看就知道 你一辈子跑不掉 你反而跑到城市 宁愿在贫民窟 打天下 说不定是打出头来 所以新的里强奸之都啊 他有时候啊 也不见得认得出谁 是强奸的是 认得出这婆罗门 这可以被奸 也不见得 男尊女 他有个女人 他这个地方啊 真是晚上印度的 这个说新的里的这个女的 原来还有大使夫人 什么这个外交使节的女眷 被强奸 就是看了个电影 你知道他是晚上八点以后 这女孩就别出去了 你到晚十一点 你还在街上 你很有可能被强奸 那问题是你这样一个 从从社会制度上讲啊 他说他算议会制度啊 他是民选的 还算一个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 但是出现这种丑闻 而且是频繁的出现 变成一种社会现象 是一个很低等级的事情 我们今天的但分有点秩序的社会 就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 而且这个现象 还不是那种简单的一对一的 就是说偶发事件 他变成了一种社会的 没错 暗涌的潮流 没错 为什么这么这次爆发 就是这么多人为这个事 按理说这种事很难 激起民愤 为什么每个人不太设身处地的 进入这种事情 我觉得其实他的很多的印度 其实印度这个国家很大 我们常常忘了 他是仅次于中国的大国 人口上 人口就快超过 人口就快超过 对啊 然后呢 他整个转变跟中国一样 也是很缓慢的 他有些制度是很先进的 他用很多英式文官制度 但是就像我刚才讲 他做事的方法很奇怪 他很有印度特色 但这个印度特色 其实是官僚特色 比如说你刚才讲说 那些警察争论 这归哪片 我一听这个 我看这个是太印度了 因为我去过印度 我就知道 这个东西太印度 印度那种官僚啊 那种拖拉啊 什么就是这个样子 这种时候 他还跟你争论 你知道文道讲 刚才讲的 这个是先进的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社会制度的设置 如果跟文化背景冲突 制度一定是死的 制度活不下来 他的背景太强大 就是他的这个 种姓文化 这个背景太强大 他设置的这种 先进的西方制度 到这全都不适应 所以你看 他是一个按照我们 今天对社会的 一个基本评价 他算是一个民主的 选举的 这样一个社会 而且很多地方 其实干 他出来的这种烂事 根本不是那种社会 应该出现的 没错 你像上次 我们请来印度小伙子 他就讲印度的社会问题 他说印度 就是说中国人好简单 好多东西 他说其实印度 很爱留资料 就因为我们没有保存 经书的资料 他说你到我们 那个法院去看 那个卷宗顶到山高 全留着 后来我看到了一个数字 还真的很惊人 你觉得说 光是一个新德里高等法院 积压的案子 就没有判的案子 多少 2700万宗 还有一个数字说 所有的案子 要到得466年都审不完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角度正确 才能结合组装 结构稳固 才能向上发展 无限创意 丰富想象 为人类留下 捧酒传承的梦想建筑 祝梦天下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排 2700年酿酒传承 800年人民教师 三代国家酿酒大师 珍藏实教 口自教 我家自从换了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缩好 雪花唇生 品味 古建筑之美 雪花唇生 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 全国启动 保险就是阳光 是分担 也是分享 是温暖 也是希望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但我觉得呢 我们也不能太小看印度 就印度其实是很多地方不断在改变 那起码我举个例子 像这一回我看很多他们的网站 他们的媒体啊 他们的媒体其实是很 很有公民意识 很有现代意识的 英语我觉得很有关系 对吧都在批判 对 通气 通气 起码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说 他有个文化问题 所以使得他有这个状况 但起码印度媒体没人拿文化说事 他没有动不动就说 强奸呢 也是我们的国情 说现在呢 强奸 我就说他不会这么说 他不像我们这 他不来这个 他不跟你来这个 他不会说 这个强奸呢 一时无法制止呢 这也是个发展中的过程 任何国家都有强奸 这个但是而强奸者 要要反抗强奸他的人 是注定要失败的 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缓慢的过程 就起码印度媒体没这个 印度媒体就就直接下手 就骂就纠缠 是哪个部门该负责 什么社会环节出了问题 但是我去过印度 我个人就我眼睛很有线了 我感觉到就说过去所说的 就说是印度怎么就超过中国了 我觉得还没到时候 就是我看到的他那片大地 你知道这个新德里 不说别的 我看到不下五个 就相当于在咱们马路中心 这个中心岛上 一丝不挂的 就在那晒着 然后还有大便 就在就大家说的 他就在那 而且呢你知道他 而且你更重要的是啊 他的很多邦啊 他这些乡村里 就马先生说的有一个 就是说当制度碰到文化的时候 你那制度如果不合文化啊 就没用 没用 你我跟你就说 当就在最近 还就在发生这个事啊 就说这女的被强奸了 然后当地的这个警察局啊 撮合 就说哎 强奸你的人 你呀 娶了他 对对对 你娶了他 搞定了吧 对吧 你搞定 不是 他们常搞这种事 强奸的那个人 当然还委屈 婚礼上还要诉苦呢 说我 我不就是强奸了他 我是个硕士 他说我是个硕士 他一个村姑 对吧 我还得娶他 但是你看 当地的长老 说了说什么呢 称善 这就是咱们孔夫子当年 是 你看他的这个道德体系 这是警察干了一个这个事啊 善 对 干了一个善举 就把这个事情给这么解决了 对吧 跟他古老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印度文化 在性文化是采取一种赞赏的态度 他大量的性雕塑 性的古代的那个绘画里都非常夸张 非常享受 你看过去有那种书叫爱经 什么叫爱经 那个画的全是印度画 但那个都画的极为夸张 对对对 他有这种文化 那也是为了 他也是为了 在瑜伽里面 性爱瑜伽里面达到一个境界 但是我想反过来讲 你刚刚说 看印度是进步或落后啊 你不能光看那些人穿不穿衣服 又不穿衣服 说不定是亲拉教的天一派 是修行者 但是呢 要看的是什么 也可能是西方的天体派 对啊 因为印度呢 它的最大的问题 跟中国没法比啊 就中国的优势 跟印度比起来 就是基础设施 我们也许哈尔滨桥会垮 但是起码我们有个桥 印度是别说垮桥 就桥都没有 就印度是基础设施 太烂 太糟 所以糟到一个程度呢 就是为什么 比如说印度没办法 像中国这样吸引那么多外资 来做设厂啊或什么 为什么没有东莞 没有温州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林波呢 是因为它的基础设施太糟 电力常常会断 对不对 水有问题 那么但是呢 你换个角度看啊 就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看好印度 当然印度这两年经济不好 但是你看到的就是 恰恰是它的后发潜力 想想看中国崛起的 就是经济决心的那些年 主要就是基建带动上去 如果你印度这么大个国家 人口就要超过中国 你现在的基建还是这程度 如果我们真要去搞 搞起来那一下子上去的话 会是怎么样 就很多人对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当然也有人会批评这是幻想 有一点差距 中国人是有个积极向上的 新的 印度人有的没有 还有宗教 所以它跟我们的文化一个区别 就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崛起 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崛起 因为我们释放了贪嘛 如果像印度那些人都是那种态度 有时候你未必是 你比如就是这个基础建设 今天印度的那个火车 还是1942的呢 火车是上的跟1942一样 吓死人 我可以说印度那火车 你很有意思 看不见火车 就人 人抱起来 不光是上的 连那么侧面都是人 你怎么弄 那发展早着呢 不过呢 我再回头讲啊 你说印度的这些问题啊 他说发展会很慢 说他安平乐道 但我觉得印度也很矛盾 虽然我的感觉也是觉得印度人一般来讲 好像比较能够接受现况 没有像中国那么有这种要赚钱 要什么样的这种欲望 但也不一定 因为在国际上 印度商人之精明 之无孔不入 是有名的 你从古代 比如说来中国做买卖 就多少印度人 你广州以前多少印度人 然后印度商人啊 你比如说你去英国 你记不记得在英国 你没注意英国所有的杂货店都是印度人 包括香港 多少的大大财阀 都是印度人的家族啊 他主要有一个背景是我没有 他是一个殖民地文化 他是为什么他说英语吗 他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文化 他印度文化和殖民地文化一直在融合 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融合完全成功 所以才出现这种强奸的世界 我们是一个单纯的 我们没有殖民文化 我们老过去说我们是半殖民地 我们连半殖民地都算不上 谁值过你们 就来过两天 我没有 连个面条还没回做 他都回去了 他被值过 有些人在香港 就这一种 就那一小块地方 所以他这个文化差异是非常大的 但是那印度好有意思的 就他那个商人啊 我觉得跟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呢 是很拼命 无口无入 印度人没有我们那么拼命 但是他比我们精 精到什么程度 他就不像了 我跟你说 我在比如说马来西亚新加坡 当地华人 就说做生意 跟马来人做很好 偏偏为老也很好 千万别跟印度人搞 跟印度人搞会惹出印度债 你知道什么叫印度债 印度债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是个印度人 我是个华人 我租房子给你 租房子给你几个月不交租 我来找你说 你怎么还不交租啊 你就硬生生 印度人就有办法拿法律条 我出来说 说到最后 不止你不应该交租 反而我还欠你在了 印度人会搞这个 我跟你讲 所以他很文毒主义 对 所以呢 以前我说一个很种族歧视的一个事啊 但是这是一个英职时期的一个 英国人流传的一个笑话 他们就说 进入原始森林 你遇到一个老虎 一头毒蛇 然后跟一个印度人 你现在有个枪 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 你先打谁 他们说先打印度人 就说好家伙 咱们说科正猛于狐野 对 他们是这样 印度猛 他的那种精明啊 那种诡计多端的可厉害 也叫饿起来也真饿 很厉害 你像就说这个强奸 他说最近还有一个女的 她的属于也上警察局了 说强奸 强奸了之后 然后说第一个听他那个笔录的那个警察 听着听着兴奋了 把他也给强奸了 后来他强奸 他告后来这个警察局的局长说 他不行 我跟我说 真的还是 说说说又兴奋了 又把他给强奸了 真的 真是就这几天嘛 先会被这警察和警察局的局长 二度 强奸 你说这是一什么调点 这个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旗舰家教 新一代轩逸 首富两万三千八起 新轩逸 极客款待家人 东风日晨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入极枝水 汇软酒精 年份端将 五井共酒 富科研症一反复 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 盆盐进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富科研症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牌 盆盐进胶囊 所以印度啊 他们都说实际有许多个印度 当然 你知道我对印度的感觉就是 我们对印度的任何说法都有人能反驳我们 当然 因为说因为就跟印度人的色一样 你知道我在印度见到的 他具有从北到南太匯一样 这个百分之百黑到百分之百白之间所有的中间色 他全齐活 什么色的都有 所以你说他是什么种人都说不清楚 什么种人都说不清楚 因为他本来语言也复杂 种族也复杂 国家太大 就大家都觉得现在搞什么事都是一阵 这一阵过了还不是一切又恢复原状 所以他们就觉得你们都在想强奸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一阵而已 没有他现在啊 开始其中一个提案 就是说准备化学阉割呢 就这个提案都提出来 就感觉要真的很杀这个疯 你知道印度这些长老们 我发现真有意思 包括官员 就现在都解释 我还有一个当官的说 说我们印度为什么这么多强奸呢 他说啊 快餐 他就是能够接受歪理 他这个印度很容易接受外来文化 没错 对他很容易 他很容易妥协 你想当年中国就是东印度公司 谁都知道 欧洲的所有强国都在东印度成立公司 为什么在东印度成立 中国不让成立 中国当年就不妥协 所有的公司都封在海外 所以从这个最早的葡萄牙起 瑞士英国法国 包括这个瑞典 很多人都将继成为东印度公司 然后走私级国家级公司 但是问题在于有意思的地方是 你任何人都觉得好像印度能够接受你的影响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棍 是